以前没有后半那种的话 没有种地的那种地方 然后也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印度人 去打工那些的话 就给一点两抹钱 三块 要不然最多五块 往北是青藏高原上的高寒世界 往南是印度洋暖湿气流徘徊的 亚热带地盘 它是喜马拉雅西南侧的神奇峡谷 它就是吉隆沟 这道峡长的山谷里 不仅有冷峻连绵的雪山 也有绿树成荫的村庄 还有一部西藏与尼泊尔交往的历史 这里生活着一群命运曲折的 东方吉普赛人 我现在在吉隆的达曼村 这里的村民被称为是 最后拥有中国国籍的族群 在2003年之前的200多年间 六七代达曼人 都是游走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 以前没有河古巴那种的话 没有种地的那种地方 然后也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印度人 随着就那种做 然后到了2005年 才是中国人 就是说以前没有自己的土地 就是只能帮别人种田 那住的房子也是别人的房子 对 去打工那些的话 就给一点两毛钱 三块 要不然最多五块钱 就是工资也很低 他们没有国籍 没有身份 没有土地 没有房屋 也没有受教育的权限 生活状态都是非常的差 只能靠干一些脏活累活 换取极低的收入 居住在吉隆沟的达曼人 与西藏尼泊尔的历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8世纪末 霍尔喀人统一了尼泊尔 随后入侵了西藏 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前往西藏 收复师弟 福康安将库尔喀人打得落花流水 随后退回了尼泊尔 相传达曼人的祖辈 就是当年 库尔喀人军队中的一支骑兵 战败后 逃往尼泊尔的路途中 在吉隆沟附近与大部队走失 从此他们的子孙后代 一直游荡在两国边境 长达两百多年 很多不了解的人 应该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一个国籍跟身份 其实他主要是 由于他们的生活状态 他们是世代是游走在 这个中尼边境的山区内 居无定所 一直呢 既得不到尼泊尔方面的认可 也得不到中国方面的认可 而且主要呢 人口数量也非常少 只现在目前为止 只有两百多人 整个村子大概也只有 四五十户人家 所以说由于人口少 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小 一直都得不到认可 直到2003年 在达曼人的一直的 持续不断的争取之下 然后中国政府呢 给他们确认了国籍 颁发了身份证 那以前就是可以就是在就是像在山上随便走 就是去哪里都可以 就不能去日高附近 就不能去太 就不能去下面去 只能在这个就是国境 国境边境上面 现在都哪里都可以去 那以前的话就是靠种地 种地为生 去帮别人种 帮别人种 就自己也没有就是没有地嘛 没有人种的地方嘛 嗯 拿身份证之前 就是小孩子是不是都不能上学 对对对 是的啊 嗯 就拿了身份证之后才可以上学 对对 那以前是不是很多人也不认识字 对对 现在就是像你们的就是生活习惯啊 习俗 跟藏族人有什么区别吗 不一样的地方 藏族人一样的 都基本上都一样 都一样 哦 他们的身份证上写的是藏族啊 藏族 因为达曼人很少是不是 对太少了 所以他们不能成为一个民族 他们是属于藏族里面的 家里做 嗯 好 哎 好的 好 达曼人在这两百年间 与藏族长期混居 生活习惯 宗教信仰等方面 都与藏族无异 所以他们如今被归为藏族 谁也不知道当初 这支流离失所的尼泊尔骑兵 总共有多少人 经过六七代人的繁衍壮大 如今也仅有两百余人 藏族里的小孩子都长得很可爱啊 他们的眼睛都很大啊 五官比较好看 像你们跟尼泊尔人的习惯有 像不像你觉得 现在就不像了是吧 就更像藏族一些 嗯 这个是小贝妹妹 长得好漂亮啊 哎你好 她长得好可爱 有点像那种像欧洲小孩的那种感觉啊 她的五官 她眼睛特别深啊 蓝眼睛深眼窝 卷头发高鼻梁 达曼人的五官特征与藏族 有着明显的区别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 达曼人属于白种人 你们家有没有亲戚在尼泊尔 其实有 现在都没去过尼泊尔 哦 就没有来往了啊 接受了 现在都好久没去 嗯 不认识了 嗯 不认识了就来过尼泊尔那边嘛 嗯 然后后来就没有好过那种 就他们那边人生活的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 不认识了 接触过尼泊尔人吗 接触过 接触过 那种那种浪货嘛 嗯 有的时候冬天他们 两个时候在我们这山里 和那种那种 哦哦哦 就接触过 哦 也接触过 对 你感觉他们那边的人 就是像生活水平 跟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怎么样 哪个好一些 就是我们这边 这边好一点 嗯 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 我快到20了 快到20 那么小 哈哈哈 哦 太小了 比你大一些 就是比你大10岁左右的 他们就是上学的年纪 是不是也比较大了 嗯 他们应该是 可能有的是10多岁才上学 是不是 嗯 很多人无法想象 在这个年代 没有身份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 对于达曼人而言 有了身份 才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这是他们真正能够融入祖国这个大家庭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现在就只说只有达曼村这个概念 然后就没有达曼族的概念 因为他们已经就是在身份证上已经归位藏族的一个分支 因为人口确实太少了 只有200多人嘛 在地名上有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在民族上去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 达曼人在没有获得身份的漫长岁月里 一部分人靠帮藏族种地做苦力维持生活 一部分手艺人掌握着精巧的打铁记忆 达曼铁匠是远近闻名的存在 小伙子带我去村子里最年长的铁匠爷爷家看看 这是村子里面比较老的一个爷爷 他们家可能会有一些老的达曼人的一些物价用过的东西 你好 你好 这是他们家的客厅了 我看到他们每一家的客厅里都有这样一张 吉农县建党立卡贫困户基本信息卡 然后他们这里就写了一个就是有一个表格 就从16年开始每一年的总收入还有人均可支费收入 就是每一年它都是越来越多的 刚开始是2万 后面到去年就是3万 看总数的话并不是特别多啊 但是呢国家对他们这边的补助都还是挺好的 每家都有那个人头算每年都有补贴 这边生活也算是比以前 或者是说比他们在尼泊尔的时候的亲戚啊 要好得多 谢谢 谢谢 你们你们平时会也爱喝这个 也喝的啊 对 我们就起碼来就喝那个醉油茶 醉油茶 嗯 爷爷拿了一些东西过来 他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哦 然后这个这个是个项链是不是 对啊 挺要技巧的这个手艺啊 这些东西都是都还是挺精致的啊 不光是那种大刀啊大盆子啊这种 简单的器具啊像这种还是有一些装饰性在里面的 一些动物 动物对对对对 有些动物的图形啊是一个装饰 一个装饰品 这个拉萨的最大的一个 嗯 他说把这些全部给的 他说不卖 不卖 哦啊二十万很多了啊 他说不卖 哦啊 哈哈 这也是爷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财宝 嗯 传家宝传家宝 哦 哦 手桌 手桌 哦 哇 他这个工艺就不 不亚于我们在一些像大理啊 那些云南那些地方 有些营匠村啊 看到的这些工艺 是的 他爸爸做的 哦 这真的厉害了 那就是老一代人啊 爷爷的爸爸做的 应该有好几十 好几十年了至少 现在因为达曼人 就是因为人口本来也不多啊 老的也比较老了 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上学去了 就是不大有人传承这种工艺了 挺可惜的 如今的生活安定幸福 过去的记忆 随着这些老物件上的斑斑秀迹 将被永远封存 谢谢啊 谢谢 谢谢爷爷 谢谢 嗯 走了 谢谢 刚才在那个老爷爷家啊 那个他的 他的老伴啊 非常热情的也跟我合了一张照 然后呢 我看到他们家又有一个像照片墙 一个一个相框啊 我想着呢 去附近的那个镇上 打印一下 然后拿回来送给他 去旁边的急动镇上 找了个冲洗店啊 洗了两张照片 来 给你 嗯 不客气啊 不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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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不客气 嗯 好好的 嗯 她说她要 我猜的啊 她说她要把这个照片放到他们家墙上挂起来 也许达曼人的祖辈们永远都没有想到过 他们族群的身份 从侵略者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东方吉普赛人 最后入籍中国成为了中国公民 整齐的达曼村 纯洁的笑容 这仅仅是一张身份证带来的巨变 做更好 JC